哈囉大家好,這次的話來試玩這款遊戲 破敵三國志 好吧,顯然3 要展開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戰了嗎? 先問問本將手中的大刀 隊伍配置 上陣 增兵 最大兵力 確認 跳出來 好啦 潘鳳 你可以死啦 好,他戰鬥是這個樣子 哈哈 跑掉了 膽小如索 好 關女耶 下陣 下陣的字體稍微有點小 好 OK 來者何人 報上明來 哇,秒殺 光源也太強了吧 封城 封城 好多實現喔 有點像三國志戰略版喔 那麼熟悉的藍線 看一下正常 好多實現喔 可不�� 好多實現 帥啊 兜ulk 那也很像 人工 大明顯 遊戲 等於 空白去 画个爱心 画个小人 画错了 哇 我不知道画什么我刚刚画个小人了 徐晃 还可以重新招牧 画熊 这个抽 抽挺多次的好像没有什么 非常热门的 大概就是重复几只角色出来 都是神匠啦但是数值还是有差的 整体数值还是有差的 许数 好啦我们就许数啦因为抽太多次了 看到许数有熟悉的人就好了 许数 好 开始 来吧 许数上阵了 这边还可以上阵吗 弓錘 光颤 这样子目前来看啊 像这种 这种网格方式的 就很像 三国四战略版 斩杀 手厨顺上香 完成主线任务第六章 纳路迷下 有设四支 我想要大桥 好 现在是要干嘛 跟着任务跑 这类型初期都这样了 能让我抽到谁 生疼 哭哭 这些看得到吃不到啊 终成名将 我这边抽不到五星的 内阵 升到两等吗 城堡 已不在乎 比较多年 一个公交 特地的高速 一家公交 一家公交 又是不为 一家公交 接下来就是盖 盖房盖土地了 有几个队列 立即完成了 等不起了 我还没支援了 攻占 两个一级或更高的支援点 来啊攻占了 他攻占了是我们大概看一下其他的系统好了 黑包 空的 有跨幅战场 比虎大会 上古异兽 上古异兽 克金排行 OK 然后什么 天下大事 战爆 这边是坐标 目前我只有一队 快打了 可以拉近 可以拉到这样 拉太近部队会不见 陈仙战 走 敌军 2级 他还在占领中啊 没办法拍 整个任务章节过完以后就来到第三章了 前面也是一样跑任务的 好发 好像是枪冰 我随身在草位 打过吗 快打中了 看起来打得很轻松哦 哇 怎么自动回程了 啊我刚有设定到哦 来吧 把这些打掉 还可以侦察 好吧那么这个游戏在这 这次玩体验的期间呢 也差不多了 他比较算是一个简化版的三国之战略版 那就是 玩起来 比较轻松 比较容易上手 那这界面部分也算是比较简单一点的 那初期你就是跟着任务跑了 那这边都会提示你 是原点 进行出战的时候 然后 啊也可以去做一些冰种的替换 那这边占领的时候需要一点时间了 然后再来就是在组成里面 界面也是一模一样的 一样有真冰啊 一样就是先 最主要是依照 主宝等级先把提高吧 然后这边一样有任命 是相当容易上手啊 如果你有玩过同类型的话 这是第二个部队 那我们可以派 好另外一个你要解锁要研究才行 玩法算是相当 容易去理解的 那你初期就赶快有什么 一级或二级啊就可以派出去攻占了 这边还有什么啊 好像没有了 那手除送身上枪 然后啊 这边是完成主线任务第六章 就可以任选一只哦 那开头 五连抽会必中一只神将 神将目前体验起来嘛 不是不是好像不是每一位神将都在里面 好吧 那正式开服的时候 各位再多刷看看能不能刷到关于那些吧 那么游戏就体验到这边了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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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